奥马哈是美国内部拉斯加州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是到格拉斯县的县制所在 林密苏里河岸 人口39万人 奥马哈是一项为小卖家畜的大集散地 食品加工有名 还有肉类加工 黄油 农机制造 铁路装备 电器 石油加工 千辛冶炼等工业 同时奥马哈也是美国第38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的出生地 说到美国最大的动物园 奥马哈的亨利杜利动物园可以轻易取得王位 这家内部拉斯加州动物园始建于1894年 名为河井公园动物园 占地130英亩 拥有900多种不同的物种 多年来 亨利杜利动物园作为野生动物保护和研究的领导者而闻名 参观这个让人喜爱的动物园 你将有机会看到犀牛 老虎 狮子和大象 而它的内部水族馆 让你近距离接近鲨鱼和海威 老里藏花园是奥马哈市的植物园 于1982年开始建造 占地四英年 其中有玫瑰园 玉簪花园 药草园 儿童花园和春季开花不到 老里藏花园 每年都会增加新的花园区域 花园还设有一个停车场 花园内重有一年生 和多年生的花卉 花园常年开放着五颜六色的花朵 和开阔的草坪 是当地很多大型活动的举办地 维多利亚是花园融合自然的溪流 池塘和小瀑布 形成一个唯妙唯孝的梦幻之地 园区中有图书馆 社区活动是咖啡厅和礼品店 老里藏花园每年举办三场大型花展 秋季菊花节 节日衣品红秀和春季灯泡秀 旧市场区是位于 美国奥马哈市中心的一个街区 旧市场区保留了 20世纪之初的专器街道 马车和当时的人行道 走在旧市场区的街道上 可以看到各种街头表演者 艺术家的演奏 以及做各种生意的商贩 旧市场区作为历史街区 被列入美国史记名路 与乔伯斯峡谷历史街区 报马哈铁路接壤 旧市场区的建筑物 具有多种用途 并且建于各个时代 旧市场区最初是为了 向奥马哈市及其他地区 销售杂货批发和零售而建造的 现在这些历史建筑依然存在 其中 温莎酒店是一座建于 1885年的三层砖器建筑 布罗奇大厦建于18801 并于1887年扩建 Neclore Smith大楼 是一栋建于1878年左右的 两层砖器建筑 最初是一家蒸汽面包店 乔斯林博物馆是内部拉斯加州最大的艺术博物馆 若成于1931年 是一座以艺术和音乐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中心 是美国新建筑艺术风格的典型实力之一 美观大方的节奏 在建造中使用了产自乔治亚洲的罕见大展示 萌大的实质楼梯台阶 冲向富丽堂皇的古典式门廊 建筑的大门厅具有顶座财光设计的喷泉庭院 和一个拥有1200个座位的音乐厅 组成了一系列比利云衬装修精致的内部空间 在这里 你会发现巴洛克艺术 希腊淘气 以及著名人物卡尔伯德默 亨利英曼查尔斯伯德金和雅各布米勒的作品 Standing Bear Lake总共占地约396英亩 其中湖泊占地135英亩 此外还有一个131英亩的野生动物区 夏季人们可以在湖泊上荡起双脚 吃些烤肉或者吊钓鱼 冬季人们穿着冰鞋潇洒地飞驰在冰面之上 Standing Bear Lake于1977年开放 包括钓鱼和划船 小镜河也参去 达勒姆博物馆位于奥马哈市中心 是了解美国西部地区历史的好地方 该博物馆位于奥马哈的前联合车站 来到达勒姆博物馆 首先要看的是它宏伟的装饰艺术 这座建筑最初是一个庞大的火车站 改建而来 机车迷们会发现这里有很多值得高兴的地方 因为博物馆仍然有几台蒸汽机和各种互动产品